当地时间2018年11月9日 第二轮中美外交安全对话开始 双方就各自战略意图进行了深入沟通 双方同意按照两国元首确定的方向和原则 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管控分歧 不冲突 不对抗 在互利互惠基础上拓展合作 共同推进以协调与合作为基调的中美关系 双方同意两军保持各层级交往并加强机制性对话 增进沟通 降低风险 双方将就建立 两军危机预防沟通框架保持沟通 并致力于落实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机制 和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两个互线机制 此前一段时间 中美两国在贸易 南海 台海等问题上进行了激烈的交锋 甚至在某些方向箭巴弩张 险些发生军事碰撞 此时 第二轮中美外交安全对话非常及时 9月30日 美海军迪凯特号 擅自进入中国南海岛交临近海域 中国海军170件训击行动 对美舰拦截 两件最近时只有40米左右 所谓美国海军迪凯特号驱逐舰 又为中国海军蓝州号驱逐舰 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金灿荣表示 中美都是巨人 按照希腊神话就是泰坦 打起来大地都害怕 所以从物理上讲 大家知道这个情况一定要避免 所以双方都在尽最大的努力 保持沟通渠道的畅通 然后控制紧张的升级 所以我们要做更多的具体工作 以控制可能发生的意向不到的摩擦 因为那个摩擦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这样一 discipline 就是非常深信不在但是 какие对峙 dikk 业冲区 在等下 能速地 没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